听众朋友们,大家知道,我们经常说,只要功夫生,贴除磨成针啊。 有时候,我们念佛念经,只要功夫到家了,我们很好的努力,一定能够成功的。 而有时候,我们功夫不到家,我们不努力,那么你学佛修心的功力就不够,这就叫功夫。 所以学佛要懂得学佛法,因为我们懂得学佛学法了,我们才能在人间做人做事。 所以,我们自己学佛要懂得,要感应教家,也就是说,我们感到的,学佛感到的东西,和你相应,学好的那些印证的东西,要正好要合在一起。 那么这样的话呢,你念经呢,才会有力量。 台长跟大家解释就是这样,大家想想看,啊,大家想想看,啊,那么,想想看是什么呢? 想想看,我们学做人,学佛,如果你念经念了半天,一点效果都没有,那你肯定的力量,资深的心力会减退。 如果你念经念了,如果你念经念了,那么你自己的心力就会加强,你的信心也会加强。 所以,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跟着台长学佛,学法,他们为什么越学信心越足? 因为他们得到了感应,他们得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加持,他们很多事情有求必应了,所以他们才会越学越有劲儿。 当然,当然,到了一定的境界,学佛学到一定的境界,我们不去追求这些东西,啊,他本来就应该有的。 不追求这些东西,有了,那更好,没有的话,我们也是一门精进的好好学。 这就是等于我们做人学佛,游如云散长空一样,我们的心灵游如云彩一样,我们要让云彩撒遍你的长空。 这个长空就是你的青天,就是你的本性,就是你的本性,就是你的心灵,就是你能够装入宇宙空间的大彻大悟。 所以,我们要懂得,我们要学云彩一样,我们要让白云撒遍长空。 当人有境界的时候,人是一个白云,当你想做好人的时候,学佛的时候,你产生出来的就是白云。 这些白云配上蓝天,那是多么漂亮。 当你在动坏脑筋的时候,在做恶事的时候,你这个云就是乌云。 当这些乌云遮住了云层,遮住了你的蓝天的时候,显示出的就是灰暗。 就是你将遭难,就是你将遭难,由如我们在人间乌云太多,接下来就要下雨一样。 所以,我们希望大家撒下的是白云,撒下的不要是乌云,因为乌云会遮住阳光,把你的本性所遮住。 而真正的白云,它能够想测云,能够云洒长空,让你露出你真正的清天,也就是你的本性。 师父在这里,台长在这里给大家讲的就是白化佛法,就是很现实在人间所做的事情。 就是让大家应该学到的本性。 所以我们真正学佛的人,不会给自己制造乌云,只会给自己制造阳光,制造白云。 听众朋友们,学佛很愿意见到本来的面目。 我们很多人都有本性,都有良心,我们本来是谁呢? 我们现在又是谁呢? 我们将来走了之后又是谁呢? 我们很多人都想清见本来。 但是,本无所见啊,因为你看不见了。 因为你最最的本性,你是看不见的,只有靠你自己来体悟。 所以,你无见,你看不到你的良心本性之后,你就会制造很多的麻烦在人间。 当你清见本来面目了之后,你虽然没有看见。 但是,这个时候,你无见就是真见了。 当你真正的无见了。 当你真正看见你的本性,良心之后,你有见就是真正的无见了。 因为你没有看到本性,你没有看到你的本性,良心,你就像没有见到它一样。 所以,我们要克制自己心中的尘埃,让我们真正的本性能够增见。 我们真正见到了本性,所以我们才能本所见。 见本所见就是见到本了,你就是见到真正,你应该所见到的一切了。 好,听众朋友们,今天呢,台长白话佛法呢,就跟大家说到这儿。 主要的,要大家记住,我们要彻悟民心,要明白自己的本性。 我们要学会,要有修养,我们要相互之间,要团结,要有爱。 我们的本性是很善良的,我们现在共沐浴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之下。 我们只有共同沐浴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之下,我们的本性才能如同太阳光,照彻,大地,万物。 如果我们的本性被你的乌云所遮住了,你就看不到阳光,你的本性就找不到了。 没有本性,没有本性,没有良心的人,他做出的事情,就会像畜生一样。 所以我们学佛修心人,要懂得把自己的良心,本性能够找到,能够恪恶他。 所以大家要明白,我们必须要明白,我们做任何事情,学佛学法,要找到我们最根本的本源。 希望大家在初一时五要多拜佛,要多烧香,要多献花,献花呢,使你越来越漂亮。 共游会让你的心会明亮,你把你的眼睛也会越点越好。 另外,也希望大家能够无缘大词,都能够有缘众生,你要看到无缘大词。 我们跟所有的人,说没有缘分,实际上都有缘分。 可能我们的前世都是亲戚朋友,所以要懂得无缘大词。 我们救度众生,无缘无故的就要帮助大家,这才叫慈悲为怀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